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 因为咱们之后所有的神经网络都是基于咱们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来去做的 所以说这节课咱们就来专门的说一说咱们之后要使用的这个数据集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首先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咱们该怎么样去用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 TensorFlow其实它已经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接口 就是说我们一看就是说这里有一行代码叫做TensorFlow.examples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边把咱们这个input data 这个input data它是一个配置文件 咱们可以把这个下载的mainness的数据集的这个input data文件先给它拿到手 那么就是说当大家可能在导这行代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所以说这里为了大家都能够把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拿到手 我也是单独把这个input data这个配置文件单独拿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就是说现在在我这个主目录文件夹里有这样一个文件叫做input data.py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可以直接import这个input data 然后直接通过这个input data文件咱们把咱们的mainness的数据集给它下载下来 然后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咱们该怎么下载 直接掉这个input data有一个ray的dataset 咱们把这个ray的dataset这个函数拿出来 然后呢指定好这样一个文件夹 这里咱们指定了一个data文件夹 这个data文件夹就是在咱们主目录下面又建了一个data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主要是这四个文件 那么这四个文件一会儿就是说当咱们运行代码的时候 它会帮咱们自动进行一个下载 如果说大家下载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也会把这个咱们的数据传上去 直接咱们把这个数据下载下来 然后呢装在装到咱们一个这个notebook的一个主目录下 然后呢新建这一个data文件夹 在这个data文件夹下咱们把这四个数据装进去 也是可以简单的相当于咱们已经完成了一个下载 然后这有一个one号的等于处 就是说咱们一会儿要用一个编码格式是一个01编码的 那么下面咱们就可以来打印一下咱们需要的一些量 就是说这四个值啊 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四个东西 然后呢下面啊就是说 咱们有一个数据的量 咱们有一个train train是有五万五千张 然后呢test它是有一万张的 那么这里啊咱们是把咱们的数据啊 进行了一个切分 我们看有mainness的.train .imagines train.labels 还有test的.imagines test.labels 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mainness数据集啊 通过咱们这个read的data size这个格式啊 导件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去用它的一个训练 还有测试数据了 它已经啊是帮咱们给它分好了 然后值得注意点呢就是说 这里啊它有一个784啊 这个五万五千代表着是咱们一个样本的个数吧 那么这个784啊代表的是咱们一个像素点的个数 咱们先来看一下咱们图像长什么样吧 那么这个啊就是说在这里呢 往上翻一下 在这里啊咱们先出来说一下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干了些什么事啊 其实啊就是说把咱们的数据啊加载进来 然后呢看一下咱们的数据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看先打印出来的是咱们的一个label 对于一个label等于1的 咱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mainness数据集上 等于1的它是长什么样的 它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等于这个这个是2啊 等于是2的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是说其实呢这些数字啊 不是这么完全都都这么规范的 2就是这样的 往下翻一翻看这也是个1吧 这是8 然后呢这也是个8 我们看这两个8是不太一样吧 也就是说咱们的数据集啊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些啊都是1啊 这个是9 然后呢这个也是个2 这个也是一个2 咱们来看这两个2的写法稍微有一点不同吧 也就是说呢咱们mainness数据集当中啊 这个数字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浮动的 这点还需要注意点就是说 咱们输入啊它的一个大小是多大的 在这里呢咱们指定的mainness数据集啊 它的输入的一个像素点是28乘上28的 也就是说啊它首先是一个灰度图 它的长呢是28 它的宽呢也是28的 那么咱们啊现在知道了咱们的数据啊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对于这个784 784等于什么 784就等于28乘上28 代表着咱们一个样本啊有多少个像素点 那么咱们啊因为是要做一个十分类 所以说对于这个label来说啊 它每一个样本都是有10个label 10个label意思啊就是说 如果说它是数字0 那它0在0那个位置 它就是1 在123456789 那个位置啊就是0 咱们用的是一个玩hot的 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编码的格式 好然后啊咱们再往下看 咱们当咱们啊进行取数据的时候 咱们在做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咱们要一个batch一个batch进行啊 那么在这里啊咱们有这样一个函数叫做 我们一看掉minus.tune 咱们可以掉一个nestbatch 掉这个test呢也可以掉一个nestbatch 咱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nestbatch选项 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nestbatch 把咱们这样一个batch的x以及batch的y 给咱们拿到手 batch的x呢比如说就是100个nestbatch 咱们输入的样本 batchy呢代表着咱们100个label的值 咱们啊在这里啊也可以指定一个batchside的大小 一般啊咱们是指定2的n字面 比如说2的几字面啊 一般来说都是64啊 128 32这些数是比较常见的 咱们把这个batchside的输进来 它就会给咱们返回相应个数的一个batchx 还有batchy啊 咱们也可以打印出来 咱们指定100的时候啊 咱们现在返回来什么啊 100个x还有100个y 那么这个啊就是咱们main那次的数据集啊 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主要还是在这一点啊 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导这个tensorflow这个input data的时候啊 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说你导这个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 不妨就用我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input data.py啊 这个pathon文件也可以来帮你做这个事儿 那么导这个文件啊 就是说把这个文件啊 放到跟咱们现在的一个 无论是使用一个ID啊 或者是你使用一个notebook的一个编辑器啊 咱们都给它放到咱们当前的一个根目录下啊 就是说跟咱们啊 现在的这些代码是在一个目录下的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直接import这个input data 就可以来玩咱们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了 之后呢咱们在做神经网络 还有RN以及CN的时候啊 咱们都是要去使用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的